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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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rt 然后再倒开水 就很有仪式感 生活需要点仪式感 我觉得太慢节奏了 不属于我们这种年轻人该做的事情 安老师 说实话 我觉得我最近看左叶越来越帅了 左叶第一吧 为什么我在看你 嘴怕 真的左叶你去看左叶那个抖音 左叶那个抖音排的确实 真的很帅 那不是延迟排名五个人 你得好好想一想谁第一 什么时候你jump了我就说你第一 不要拉我了 反正觉得排名吧就勤奋第一吧 我觉得一直觉得他挺帅的 这个客观要认识这个 客观事实嘛对吧 那左叶真的越变越帅了 我觉得他到 你长大之后肯定超越我了 我觉得左叶到这个 他这个岁数的时候 左叶基本上就是 惊为天人吧可能 就不是不是惊为天人 爵士爵士美颜 没有在我心目当中 所有人 然后你是人老猪黄 哈哈哈哈 在我心目当中 就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不要躺 就是在我心目当中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谁都是最帅的 就有人偏爱人老猪黄那一款 哈哈哈哈 好 过过过 对方吗 对方我们俩 老汉还是一样 我们两个都没变 我觉得我们都保持着一颗初心 你变了吗 就我们还是初心 就是练一生归练一生 就是我们对舞台这种渴望 对出道这种渴望 实现了之后 我觉得我们对梦想就更加的执着了 这么着 对啊 就我们最近也在天天在讨论 就关于作品方面的事情 就是希望能给粉丝朋友们一个很好的一个作品 没错 没错 那必须的呀 那爱死了 我觉得 因为我如果是女生 如果说我喜欢像我这样类型的话 我跟你说 我觉得我是天上最幸福的女人 真的 哇哦 如果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很希望我的父母从小和他订下娃娃亲 然后从小安排住在一起 青梅竹马 然后一辈子在一起 你这个有点过 韩老师 你先抱吧 我看你抱的尺度多大 我在抱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有什么小秘密可以抱呢 就我们两个之间没有秘密 来吧 随便抱一个 怎么越离我越远了 是不是有点害怕 真的没有什么秘密可以抱 因为我这个人 我跟你们讲 如果他没有秘密的 如果你们觉得有 那是你们没有拍到 镜头没有跟到 所以说他有秘密 其实没有秘密可以抱 老韩之前的秘密有抱过 什么秘密 裸睡啊 你还裸跑呢 裸奔呢 你还裸涌 真的没什么秘密可以抱 我们两个真的 我们互相之间没有想知道 对方秘密的这种事 有两个人太熟了 虽然只认识了一年左右 但是 别忘了太多说了 多说感觉就像 很熟 要给剪辑师添麻烦了 是 收 有什么发言啊 大哥游泳健常了解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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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我很像 你怎么怎么 我会说 不好意思保险有没有办到 都是这种套路 挺好的 大家唱 完了 忘车了呀 就叫粉丝朋友们一起唱啊 我跟你讲 一开始我也这么想的 就是 唱唱突然忘车 耶 耶 耶 他发现不行了 如果台下没有人和你一起嗨 更尴尬这个时候 所以我们要机智的 比如说 这个时候就把麦放下 就不唱了 也不要去嗨 就听音乐 赶上舞蹈 就嗨 然后和 如果有乐队的话 和乐 和band 一起跳舞 对 做个互动 什么Guitar 什么Bass Cue一下 如果这个时候 拍下 我会替你向他问好呢 王家儿 王家儿 我会替你向他问好呢 我可能就默认吧 然后走过去吧 对 然后就继续示好走过去 默认 被认错的那个最尴尬吧 就是 确实被认错的话 就 就想不到什么 就是 随机应变的这种想法 就会 嗯 突然间讲一方 我看到你 我讲了你是其他明星的话 你会觉得就是 认一下 然后就比较尴尬 就空气突然的安静 我是觉得 我是觉得 在台上忘词最尴尬 因为那一瞬间的表情 你藏不住的 一定会被发现的 你以后老到了之后 你可以尝不住 没有 你可能会崩一下脸 反正那些自然反应 是因为你知道自己的忘词了 就是会很 然后就直接freestyle了是吗 就是 虽然你会处理得很好 别人看不出来 但是你自己会很别扭 对 很闹性 心里面会很别扭 自认为最帅的照片 就刚刚拍的 老韩最帅的照片在我手机里面 帮我翻给大家看 我还没发给他 完全没有披过图的 这样可以吗 满意吗 OK 我就满意啊 就我觉得干娜这个地方 特别的适合拍照片 蓝天 白云 沙滩 就差一个你 一口八二年老醒 我先来 我先来 你先来 那我先来吧 我觉得三个词你先来吧 三个词的话 我觉得干娜 就是美得让我找不到形容词 来形容它了 够了 啊 因为这是我们俩第一次来法国 我就觉得 第一次出国 第一次 第一次来法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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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真的很不一样感觉 所以说就感觉很神奇 Amazing Amazing 飞机 还有就是很期待 很激动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可以了吗 就是这种情情 真的就是这种情情 很high 对 风景很好 这边 很high 也许我和老韩都一样吧 就是想下次能带一个作品过来 其实这个我们可以就是 呃 就因为 来到这边呢 就是第一次 其实第一次我们是 能够有机会 参加像干娜国际电影节 这样盛大盛世 所以说内心是很激动的 同时很希望自己 下次再来干娜的时候 能有一个 明年 立不立这个flag 像样的作品 对 然后我们再来干娜 肯定心境就不一样了 明年立不立这个flag 立立立立立立 立一个flag 明年吧 明年 你现在来 LALALAND 就是它完美的把音乐和爱情结合在一起 就是世界上最美的两个东西结合在一起 我觉得看了之后 深游 那种感触吧 就是内心里面 就是它会把你的那种 怎么说呢 啊 你刚刚说世界上最美的是什么 最美的两样东西 音乐和爱情 对音乐和爱情 我刚刚脑袋头儿情况又出来了 是吗 是你 不行我最近可能中毒了 可能这个有毒 你不要看着我说好不好 没看你说啊 你刚刚看着我说了呀 没有我现在跟上这种有毒 好好好 行行行行 走 来 你说完了吗 还没说完 就是重新说一下吧 就是 这首 这个电影 把音乐和爱情结合特别好 有机会你也可以去看一下 然后你就会有一种想 我早看过了 想谈恋爱的感觉 好 OK 然后我呢 我最近看的是那个《水行物语》 然后这个电影是 获得了最新一届奥斯卡的一个 什么讲来着 最佳女天讲 但是他 其实我觉得他利益很 就视角很独特 他讲的是 好吧 反正你们都看过应该 我觉得他是一个 几个很孤独的灵魂 然后摒弃了很多的偏见之后 最终拥抱和互相拯救的一个电影 孤独的灵魂 那么有深度的吗 是 我刚第一反应想起来的是 《一代宗师》里面 张子怡扮演的龚二说的一句话 是 人生如期 落子无悔 还有就是 念念不忘 必有回想 我觉得这句话很有产意 对 就感觉 像粉丝跟我们要说的话 对 就感觉就是 有一种 一种江湖儿女的气魄 对 然后 念念不忘必有回想 是我以前最喜爱说的一句话 所以说这句话我记得很清楚 念念不忘必有回想 就我喜欢的那个经典台词的话就是 You jump I jump 但我对老韩讲说话 You jump 拜拜 You j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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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你跳你跳我不跳 来自泰坦尼克了 很经典的一句台词 就 也是把爱情诠释得特别好的 你是最近圈爱吗 你在强调爱情爱情这个词 啊 够了 你最近对我很不好 还开玩笑 等一下 你在说什么 录音老师我说 如果说 如果说 世界上有什么东西能送给你的话 六六六重银开始 三二一 破功了 如果说 世界上有什么东西 能送给你的话 我希望 是我自己 sorry 滑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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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我帮你拿 头去痛 我闹想 你拿这个 如果 哈哈哈 别的别的别的 我愿 如果我有多一张船票 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走 我愿意 可是我没有多一张船票 你把船票给撕了 你是不是把船票给撕了 3 2 1 如果我有多一张船票 你会不会跟我走 会 哎呀 来来重新开始 不开始了 我说几件台词 然后就来自哪一部电影的经典台词 花样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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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样年华